各位汉中国网友大家好,今期想和大家谈一谈, 鉴于林郑月娥提早收工已成为社会共识, 但谁做她接班人,换言之下任特首有哪些候选人, 拿出来大家探讨一下,老实说管中批炮可见一班东西不一定全面, 但既然已成为社会一个異议话题来说, 我亦根据我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讲看法, 早前传出林郑月娥会请辞,中央考虑人选有刚刚卸任金管局总裁陈德林, 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我由这两道讲起, 陈德林他本身做了整整十年金管局总裁, 我认识他在1998年反击大岳时,他是前线总指挥, 当时以索罗斯为首的一批国际金融冒险家, 一年发动大举轰炸,企图摧毁港股港元港产, 在这时以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 财经事务局局长许试仁和金管局总裁他们三位任志刚, 组成了一个铁三角,建议港府动用1200亿港元储备, 实行反击,结果得到中央政府坚决支持,一下子将恒生指数由6000多点拉上12000多点, 在这场质役当中,因为陈德林属于前线总指挥,立下汗马功劳, 当时我作为京华山一首席顾问,也后来参与刑副基金承销团成员, 在接触过程中觉得陈德林颇有魄力,勇于担当, 所以在十年前他出任金管局总裁时曾经对他亦有争议, 我当时作为百家战略资负主席,找了些名嘴名笔名教授出来, 连续三个中午跟陈德林来座谈,化解对陈德林的不了解误解, 什么马房文化的谋论,结果令社会取得共识, 支持陈德林顺利接管金管局总裁, 十年过去陈德林在捍卫港元稳定联系汇率, 稳定香港金融市场过程中做了大量有益具建设性工作, 而且由于他是主管金管局,没有介入十年来的政争, 所以各党各派都好,跟他无牙齿狠,这就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因为如果跟各党各派无仇口无牙齿狠时, 便容易将撕裂社会融合它,达至一个和谐香港, 这我相信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陈德林在主管金融这条线做出他的贡献和成绩, 突显了他的才干和能力,我相信出任特首来说, 加上他跟各党各派无牙齿狠,这是一只黑马, 但也有人认为他长期以来做过金管局总裁, 以前是助理总裁,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曾荫权特首办主任, 似乎在官场的练历无做过财政司长,无做过政务司长, 无做过政策局局长,这些会不会不够全面, 这些都是陈德林的药项,在胜传林郑月娥快要下台, 另一个接拜人选就是前财政司司长, 前政务司司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唐英年在商场上可以说是长袖羡慕, 人也是礼言下事,我记得在2012年9月12日, 那天是中秋节,中五他请过我去政务司长办公室官邸, 来共进午餐,听过他对香港基本情况的陈述和理念, 他人大致上是一个谦谦君子,长袖羡慕, 所以各方面朋友比较多,但在容易团结大多数同时, 有时有些事显出他的果断,他的魄力仍有所欠缺, 例如他在2013年2月爆出约道7号的潜见时, 其实他如果能够在风格方面大胆点, 能够有一种急财化被动为主动, 就会显得他对社会全国的驾驭能力有超勤之处, 可惜一个家庭潜见风波做得比较被动狼狈, 因此失分不少,人家会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家庭潜见风波, 如果你都不懂得去化解,连销大打,四两活千斤的话, 你又怎样去应对你管治香港时产生社会的重大风波, 重大风险呢?这也是上届与梁振英竞选时失利, 也留下一些阴影。 除此之外,在早前理工大学被围困时, 突然进入理工大学带一些学生出来的, 前立法会主席周玉成也是一个有力民鼎特首的人之一, 因为他是民建联,大家知道建制派在大党创党主席, 很多人认定他也是一个地下党员, 无论如何他作为中学校长出身, 在教育界也有丰富经验, 政治论述能力在香港也算是一流, 很多时在建制派来说, 有些人凡事左三分时, 曾玉成还能够讲一些人话, 讲一些经验之谈, 哪怕在建制派群体属于一事恶恶, 他这件事难能可贵, 所以换言之香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 就是要按照胡锦涛主席到习近平主席所讲的, 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 而这不可偏废, 要按照这个精神来理解基本法, 落实对香港的管治, 而在坚持一国原则做得不好便会犯右错误, 反过来在尊重两制差异, 把握的度数不好便容易犯左错误, 所以这个度数掌握是很考人的, 因为做一个特首, 他不同纽约市长, 东京都知事台北市长, 也不同上海市长, 天津市长, 北京市长, 因为你做纽约市长, 高雄市长那些, 第一个老板就是选民, 你做北京市长, 上海市长, 天津市长那些, 第一个老板就是中央, 但问题是香港的特首就是两个老板, 根据基本法, 特首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但问题是两个老板的价值观不一样, 大陆是七不讲, 不讲普世价值, 不讲新闻自由, 不讲司法独立, 但香港就是七个人要讲, 你做一个特首的话, 夹在中间, 处理得不好的话, 要么是顺德哥借和失所义, 要么是诸八戒照镜子, 你你外外不是人, 反过来在这个度数掌握, 似乎曾玉成比较在其他建制派的人物, 所谓凡事左三分那些, 又有他优胜的地方, 再来有哪些人摊上桌面, 很想做特首的大家众所周知, 就是叶刘淑仪, 叶刘淑仪曾经在2012年9月, 由中联办一位社工部副部长, 带来中环建议我, 表达他想参选特首的意见, 不可惜当时我已经答应支持另一位, 我不可以受两家查礼, 我无答应他的请求, 但问题是他在2003年23条立法时, 有一个政治人物我们是人不是神, 错误难免没问题, 君子之过瑜日夜之食, 错而能改事目大言, 但问题是叶刘淑仪23条碎了一会时, 今次逃犯条例修订又碎了一会, 冲得很前跟车太帖, 直接的效果是今次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 新民党28个区议会议席全部看公投, 诸灭党之灾, 所以这将他的政治资本一铺青袋, 刘淑仪就不用提了, 如下还有什么呢, 我曾经提过, 隔于香港社会撕裂势力,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将社会, 大家和谐他, 融合他, 能够打造一个, 贯彻我们狮子山下的, 守望相助同舟巨制的精神, 亦要打造一个,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钱的局面, 如果这样计, 陈冯富珍值得考虑, 因为他曾经做过三年世卫助理总干事, 做过十年两届世卫总干事, 世界卫生组织是什么呢, 是紧处联合国最大的国际组织, 所以陈冯富珍离开了香港十三年, 回来后又做了全国政协常委, 基本上大隐隐于市成两年, 前后十五年和香港政治漩涡脱离了, 比较超脱, 他和国党国派没牙齿狠, 虽然有个被人说鸡真, 当年禽流感那件事, 有些对他不是那么好印象, 但一个政华人物, 他如果十五年, 没有和国党国派有个过节, 他出来做一个老重年, 促成社会和谐, 第二是香港本身回归二十二年来, 在和大陆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各方面的融合方面, 是很大的进展, 乃至我们香港交易所, 百分之六十几市值都是由大陆的企业所掌控, 和集资额也成七成以上都是倾斜在内地的企业, 还有每日的成交也过半数也是由内地的上市公司来承载, 所以相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这两个字的色彩就淡了, 内地的色彩就浓了, 在这个时候香港往后的发展, 反过来就要加强他的国际化的优势, 那陈冯富富珍做过世卫总干事, 这个一把手二把手前后成十三年, 他曾经走遍世界各个国家, 和很多国家的元首, 政府首导, 非政府组织, 人道救援组织, 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係, 所以他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国际的人物关係, 去推广香港的一国两制, 简单低税制, 自由港这些优势的时候, 去动员外国企业来香港建立总部, 来香港上市, 甚至乎进驻大湾区, 他凭着国际人物关係的知名度, 是比其他香港政策人物有他的优势, 所以我也想到, 陈冯富珍都可以作为一个人选来考虑, 老实说, 他做得世卫的助理总干事和两届总干事, 国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是无容置疑的, 他由世卫退下来时, 立刻又曾宝为全国政协常委, 由此中央对他的重视信任可见一班, 所以综合来说, 这些政治人物, 其实作为一个特首人选, 是有他们的长处, 也有他们本身的短处和局限性, 这局限性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 大家知道97年回归之前,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长期以来, 直到回归的前夕都好, 香港的特首人选, 那时没有特首, 叫做总督, 港督全部由伦敦, 阴点, 空岗过来的, 这些港督拿着英皇制告, 皇室份令, 生杀奪鱼的大权掌握在手, 行政局, 立法局只不过是咨询机构, 全部由港督入名, 所以那时是绝对行政主导, 各级民官政府成员的东西, 乃至算是被港督委任为行会成员, 立法会成员的人也好, 只不过是做yes man, 他们是没有做boss的心态和思想准备, 也没有培养这样政治人才的机制, 因为需要任何总督就由伦敦调过来, 所以说香港本地培养不了政治人才, 以至前特首曾蔭权那年竞选特首的时候, 提出口号是什么, 我要做好这份工, 我曾经当面跟曾先生说, 如果给我帮你量度的时候, 几大都是大海航行靠驼手, 问题是整个香港政治人才的培养机制是没有这种氛围, 所以回归之后, 本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在十二个字,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中是佔八个字, 但由于在北京的治港系统左思维当中, 慢慢形成全面管治权来阉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特首成为北京的傀儡, 不是真真正正有一个高度自治, 因为所谓全面管治权也者, 全面不止外交国防, 包括经济、教育、民生、安老、医疗、 卫生、环保, 什么都由北京主管, 叫做全面管治权, 所以在这种思想制约底下, 香港政治人才更加不知所措, 不知怎样去发挥, 很难做到心往一处想, 敬往一处洗, 这些也是香港政治人才的培训局限, 还有就算香港本身的政治人才, 所谓根换要知道官姓什么, 97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直属香港特别行政区, 根换要知道官姓什么, 就要知道现在的官是姓共, 共产党的共, 但问香港的政题人物有多少个了解国情, 有多少个了解共产党, 所以说你对共产党指导思想理论基础, 他的思维方式, 他的决策过程, 对他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 你是不熟悉的话, 你只是熟悉香港, 怎样在一国和两制当中, 你能够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一个沟通作用, 一个扭大作用, 所以这些只是熟悉香港社会的情况, 不熟悉中国共产党, 他整个共产党里面, 由他建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到毛泽东思想, 到邓小平理论, 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 到习近平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些你莫乃的话, 其实给你做特首, 你都不容易去理会中央的意图, 何况你要懂得去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对于那些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违反基本法的东西, 你敢不敢据利力争, 依法力争你不敢, 比如梁振英做的时候, 明明来说, 2014年6月10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 提出全面管治权, 根本是依法无据的, 你梁振英又不敢去顶, 结果要全盘接收, 然后2014年831,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分明是违反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 我曾经写了很多篇文章, 执着他的错处出来, 但你作为特首的梁振英, 亦都是逢左之恶, 又是全盘照收, 所以你这样做特首的时候, 到头来, 表面上顾得一国爱的原则, 实际没有尊重两制差异, 到头来, 就会好像今次林郑月娥, 《逃犯条例》的修订, 他就是拆除一国两制的防火墙, 香港人感觉到一国两制,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逼得发出最后的敲声, 因此牵起了反修例的, 波瀾壮阔的群体性的抗争, 本质就是要坚持一国两制, 不动摇, 不变形, 不走样, 但作为特首的林郑月娥, 他理解吗? 所以到头来说, 林郑月娥做得不好, 问题在林郑月娥, 但根子在北京涉广系统阻的思想, 如果北京涉广系统阻的思维, 不去糾正的话, 你换任何张三李四出来做特首, 都有它的局限性, 到某个关键时刻的时候, 会站到历史创的一面, 就会与香港的民意相违背, 学习林郑月娥, 与民为敌, 光碧自用, 到头来, 失民心者, 失天下, 又是将一国两制搞到污烟瘴气, 所以, 此事不忘, 后事之事, 我们在评价林郑月娥可能接班人来说, 不单止是从林郑月娥施政的得失来考虑, 也要从我们中央对香港的管治, 对邓小平所倡道的一国两制的初心理解, 对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法的完整地, 准确地理解和执行, 这才是关键问题, 否则换来换去走马灯一样, 都是无可奈何花下去, 似曾相识现归来, 多谢各位。